好了 朋友们 那么到此为止呢 其实我们该讲的支持点呢 都已经讲完了 剩下的几个题目其实就是练习了 如果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几个题目做完呢 按住暂停 把题目做完 做完之后过来对对答案 如果你要做完的 咱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好吧 好 首先第一题 一条高速公路长336千米 一辆客车3.2小时行完全程 那么一辆货车呢 用了3.5小时跑完全程 问你客车的速度比货车的速度快多少 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注意 我们只学过的那些基本公式 没有学一些乱七八八的公式 你千万不要乱用 我们要想求出速度快多少 是不是得把两个车的各自的速度求出来 客车的速度应该是336去除以3.2 对吧 那336除以3.2的话呢 我们可以写成3360去除以3.2一个 1 6 0 0 0 5 所以它的速度是不是应该是105千米 每小时啊 对吧 是第一个 客车的速度 那么再求货车的速度 货车的速度就是336去除以3.5 对吧 336除以3.5的话 同样道理也应该是3360去除以35 嗯 差不多9倍吧 5945 我先进4 3927 31 0 1 这是多少 这是多少 2吧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 那就是7不行 6吧 6的话 5 6 30 361 18 哎 正好21 那就是应该等于96千米 每小时 太好了 还俩整个数呢 所以快的速度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就不写那个算式了啊 快 写上吧 105减去96 嗯 所以快 9千米 每小时 是不是就这个答案 是这样的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呢 咱们就做到这儿啊 当然你做完题之后 你得把这个盐草擦一擦啊 我之所以写在这儿呢 我不写在这儿 你看不见 是吧 好了 不如这个了啊 这是我们的立体第七题 看下一个 B8 B8去买菜 张叔叔在菜市场买了4.5千个的豆角 交给收货员10块钱之后 找回 找回1.9 那问你每千个豆角多少钱 我觉得现在肯定买不着了啊 4千个 4.5千个好多呢 先求出总价来 10点去1.9应该等于 8.1元 有了总价 向求单价8.1去除以 4.5千个 8.1去除以4.5的话 实际上就相当于 81 哎呀 我这个内心啊 花花的在流血 我横着写啊 因为这地方有点写上了 它是不是相当于扩大10倍就是81去除以 45啊 对吧 81去除以45的话 这个不用数式你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81除以4.5 45 呃 呃 以备 以备是45 呃 以备是45 肯定有了 6 3 3 6 0对吧 3 6 0差不多9行不行 49 36不行 8呢 8呢 那就是5840往前进4 4832 哎 正好 那说明 注意啊 这地方有个小 小点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每千克 1.8元 买个动脚每千克1.8元 1.8块钱 买两斤啊 这这这这也不现实 是吧 哈哈哈哈 啊 但是题目是对的啊 就是数 这个运算结果和运算过程是对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八题 咱们再往后看一个啊 第九题 一桶油 连桶重 122.5千克 卖出油的一半之后呢 连桶还重 62.5千克 如果每千克斗油按7.25 元计算 那么你 这桶油能卖多少钱 哎 这个先交给你来算吧 出来了吗 哎 我觉得两步就出来了吧 开始的时候连桶是这么多 后来卖完一半之后 挣这么多 但是它差值是什么 差值是不是就一半油啊 一半油应该是 122. 咱们尽量写的好一些是吧 我们对 规范 对这个 那样什么的 页面的工整 还是有要求的啊 122.5 减确 62.5 嗯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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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 所以一半油是60千克 一半油是60千克的话 你要想求全部能卖多少钱 你就给你捅没卖啊 那油一共是不是就是啊 60乘以2等于120千克的油啊 对吧 油是这么多的话 嗯 钱呢 也挺好算的吧 嗯 7.25 乘以 嗯 一百二十 对吧 然后利用底下的原则就等于72.5乘以12 对吧 72.5乘以12的话 我用个小数试吧 72.5乘以12 0 514 5 2 7 0 0进1 这是7 这是8 嗯 一位小数 所以应该是啊 870元 嗯 那这样的话 这个答案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对吧 哎 你就得发现 其实这些题目也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嘛 对不对 好了 那题目呢 咱们就先说到这啊 别着急 我们稍作总结 好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期课讲过的内容啊 我们这期课呢 其实还是在讲小数的乘除 对吧 那当然了 不过在这几课当中 我们的小数乘除呢 嗯 给大家讲了更多的 更丰富的含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啊 乘以一个小于1的数 它的结果事实上是会啊 哎 是会被缩小的 对吧 就是你在扩倍的时候 余倍 扩倍 越变越小 是吧 反而想多扩几倍 结果连一倍都没达到啊 呃 第二个就是小数的出法 我们说除以一个数啊 相当于分份啊 那你除以2除以3呢 就相当于分两份 分三份 对吧 那越分越少 但如果你是除以了一个 呃 小于1的数啊 那这时候的结果 反而就是什么呀 哎 是不是变大的了 啊 记住这两个结论啊 我觉得你要如果理解不了呢 就把它结论记住 对吧 那如果你能理解得了呢 事实上呢 这个结论呢 记不记得就无所谓了 那 好 这是关于小数的图法 那么基本公式呢 咱们今天讲了 总量去除以个数 等于每个的 总量去除以份数 等于每份的 对吧 正是因为有了这基本公式 所以我们在求某些东西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求每天 那就除以天数 求每牛 那就除以牛数 如果有要求每牛每天啊 那就先除以天数 再除以牛数 出去除以除了 对吧 好了 那么重点内容呢 其实也就这么多了啊 你看我画圈的 是不是就重点了 那么接下来呢 你的任务就是讲题了 例四 例五 例九 我觉得咱们整体而言 这个课内数学这块比较简单 所以希望大家呢 第一呢 就是你把你错过的 看一看 第二呢 每次上课之前 一定要预计预计 对吧 带着问题来进课 这样的话 40分钟的课程啊 你看能听得不那么枯燥 对吧 最后一个小事情啊 作业该做足 是吧 代行测试该做足啊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我们有机会 下期看再见 C 拜拜 别忘了 跟上进度 别拉上 我会做足够的好事 我会做足够的好事 我们今天就会做足够的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